請我們講一下就是說 現在大家很關注就是3Q 現在8Q喔 加大力度 那在台中這邊 我看來他好像蠻緊張的 因為今天林維中委員公布一段影片 他還去地方講說為什麼他投反對票 他說因為你們那個國際疫苗 他還不知道你們講的是什麼國際 你覺得他是不是緊張了 應該吧 我這也不會質詢用台語 對不對 不意轉移焦點 那其實 自己做過的事情 也要接受大家的檢驗 那的確啊 當初你就是投下反對票 那萊豬進口的事情 我們也沒有看到你跟人民站在一起反對 起碼你沒有簽署我的公投連署 如果你當初有來簽署一張說我反對萊豬進口 然後我贊成公投的話 那今天你就把那一張拿出來 問題也沒有 所以完全都是背著民意在走 然後就是在護航執政黨嘛 護航這個民進黨 那你作為小綠就算了 問題是你沒有照著民意來走 民意不想吃萊豬 民意想要打疫苗 我們都沒有看到你來支持民意嘛 所以今天會有這些民眾的怒吼啊 也不是沒有道理沒有原因的喔 特別是你的很多的發言 其實造成很多家長很擔心啊 就是我們一個國會議員 講粗話 你說你講幹話就算了 講粗話 尷尬他們大小 那很多媽媽來跟我們反應說 我沒有任何的黨派 可是我看到一個這樣子的國會議員 每天在國會上這個質詢不專業 充滿了意識形態 然後在一些活動上面又爆出話 那甚至用這種很很很很 很骯髒不入耳的不雅的言語啊 你把它當成好像是娛樂 當成好像很帥 但是對這些家長來講 是很擔心很害怕的喔 所以他們不願意再看到 所以很多很多的這些家長 他們是私底下默默的跑來支持這個罷免的 他們不見得會在台面上 可是他們都是私底下默默在支持的 所以這部分我想國會啊是人民的 這也是民進黨過去常講的 過去爆發這個 包括這個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時候 太陽化的時候 大家講的最常講的一句話啊 就是國會是人民的啊 人民的國會嘛 那既然是人民的國會 就應該照著民意來走啊 所以對於違反民意 或不跟隨民意的民代 那就由人民來公爵嘛 所以其實這一次就是台中人的公爵嘛 台中人有權利選擇自己要什麼樣子的民代 來代表他在立法院嘛 否則每一天聽到台中的立委 在國會上亂講話或者是爆出口 那台中人民情何以堪啊 我想我作為台中立委我也在想啊 就是說我們到底在國會上什麼樣子的質詢發言 不會讓鄉親覺得說 唉呦這些我們的立委 所以我覺得民眾的憤怒啊 這個都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個最簡單的講就是 人民看得下去或看不下去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你到底適不適任了 現在剩下一個月不到一個月啦 好像還沒看到民進黨在挺陳柏惟 是不是快被半放棄狀態 那你如果挺陳柏惟就是挺來出進口啊 那你如果挺陳柏惟就是什麼啊 就是 就是不讓人民打疫苗啊 就是不買疫苗啊 那你如果挺陳柏惟 那不是就是挺講髒話嗎 對不對 爆出口嗎 那你說要怎麼挺咧 那你挺他不是挺 嘎拍子大小嗎 對這些阿公阿嬤 對這些媽媽爸爸們 請問你怎麼交代 對不對 如果你是教育委員 你教育委員會的委員 請問你要挺一個這樣子的立委嗎 每天嘎拍子大小 那台語要講也都在講出話 你也好歹學謝龍介講一些 讓大家覺得很優雅的台語嘛 或者閩南語嘛 或者方言嘛 對不對 而不是這樣子嘛 所以 所以你怎麼挺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讓人民來做決定嘛 這個就是由人民自己來公爵嘛 對 就是要紫綿批産的 我們自己就一天 老人家的人